GT-R 一個名字都足夠我喜歡 四盞尾燈是不能輸的 每次見到都覺得很精神 我是一位老師 我主要都是駕駛日產的Skyline為主 就是這一部日產的GT-RR32 以及一部四門的GTT 另一部就是一部四門的33 Skyline說得很小 有人會覺得是否看頭文字 是否一些戲的影響 我是來自一個很primitive的衝動 或者一個感覺 最原始最原始是那四盞尾燈 直到擁有了它才發現其他的優點 以前小時候和爸爸媽媽去日本 看到的車我是不會問它什麼型號 但唯獨是看到Skyline 我一定會問我爸爸 這是什麼車 因為我看到四盞尾燈 就被它吸引了 會誇張到每次我看到都會和它拍照 也會告訴爸爸 我今天又看到Skyline 所以我覺得大個一定要擁有 到大個有錢可以買車的時候 就會想回 究竟我現在想買一部很家庭的車 還是什麼車 我一定會想回 以前見過很漂亮 我也很想擁有這部四門的Skyline 我最喜歡的是GT-RR32 因為它給我的推背和駕駛感 是另外兩輛車給不到的 整輛車最最最最最最珍貴的部分 就是它四盞尾燈 就是我看到現在都很精神 我看到它這四盞尾燈 基本上很多煩惱都忘記了 就是看到它的感覺是好 就是看著它 不用想其他東西 日光日白 黑媽媽幾時都是這麼好看的 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基本上每天都看著那個28卡 或者日本的網 這部車買回來的時候 沒有現在的價值那麼貴 大概十多萬至二十萬左右 現在升值已經升到想像不到 那時候沒有一段時間 都覺得要先買 因為我知道這個價錢買不回來 二十萬內的GT-RR32 買不到 那追著日本的價錢來看 你會發現我當時買到的價錢 已經是現在的起必價 所以我想買到就 不擔到也可以入手 我最難養三部車 是每次有車的故障性 其實都要花一整張心機去 養三部車是這樣 雖然一部車也是這樣 雖然十部車都是 心機放進去 不容易 我做不到好像那些人 看到這部車說買又買 當作吃生菜 我都要償錢去經營這部車 不是大家眼中看到很多部 很容易而已 就像二世祖一樣 這部車的傳動系統是用 我們叫做Arteza的系統 它會就著你的車給了多少馬力 而決定在後輪帶多少的動力 但這部車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我很喜歡Turbo的聲音 有些人會改的 會加些Blitz HKS 去改它的聲音 但我覺得 我踩到高轉數 一踩到極力指 它給你那種 放棄的聲音 有些人要特意買 放棄挖腦去做這個聲音 但它原本就是這個聲音 這是我很吸引我的 我不是那些會瘋狂去改裝車的人 32我外殼上一定是堅持原裝 你會看到整部車都很原裝 顏色都是原裝的顏色 一路看到整部車的旁邊 是很像一輛跑車 無論它的翼、它的尺寸 全部都是很有線條感的 老實說 上班他們會奇怪 為何Daniel你駕駛這輛車 車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他們都可能會看 這個Sir駕駛這輛車 是不是他教學很不認真 其實有時候出去學校的工作 要駕駛 避免了不要駕駛一些 在他們覺得是跑車的車 都會駕駛一些四門 33的棍波 但看上去它是沒有跑車風格的33 都會有這樣的考慮 會不會他們覺得 他是不是玩車飛仔 不像老師 我理解有人敢想的 但反過來我會用行動 或者其他東西證明給他們看 我駕駛什麼車 跟我的個人性 或者我怎樣去進行我的教學 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駕駛駛入學校的時候 不要說入學校 其實整段路都盡量不要說 好像很狂妄 因為始終這款車都一定有聲音 它的尾喉不要改 改又改也好 怎樣都會有它的聲音 引擎都有它的聲音 都會盡量就著 聽力點 給到差不多一刻有 空波 去到多少 去多少 然後就不夠 給回一波 踩一點點 踩一點點 滑進去 就不要滑滑的聲音 這部車起步 一開始 要滑滑一下才行 就不是一開始踩可以 我都會留意水溫各樣 最喜歡是很輕鬆的駕駛 例如我這樣 又是四波 剛才踩得很行 又可以是四波 這樣就很舒服 每次入球給我的反應 就是我一去到正確的波段 要那個力就是有那個力 完全是很爽 其他車是給不到這種感覺 只有這一部才是 就算過這個彎 咬著 二波 對著頭 有沒有推頭 我不會有推頭 對 沒有推頭 反而你怕尾巴走 這部車過彎 我覺得是 我開過這麼多個彎 最舒服 以及給我最多信心 其實 駕駛這些車 都已經不是追求爆發力 很多車可以比它快 很容易就比它快 可能有一輛Golf 一輛Tesla 甚至乎有些Honda 都可以比它快 其實中間 是有想過駕駛一些 家庭一些 中間也擁有過Corolla 擁有過Camry 但是 一個自動波 握上手 推背不推背 說快不快 說舒服也不太舒服 給不到那個感覺 它給我的感覺就是 要跟它培養 慢慢踩著 慢慢給我去的感覺 就不是一下子踩到底 它就直去的 不是的 你要慢慢溫柔踩下去 其實一駕駛已經覺得自己是跟它很大的連繫 因為 每次我上車前 我又會看一下它的尾燈 下車 明明我下車是看頭的 但我又專心走回去看看它 每天都為了我擁有這輛車 有喜悅的 是沒有消失過的 這件事 我經常會問自己 有些甚麼是我以前很渴望 然後做到了 而一直都保持著有那份快感的 以前可能大過了 我想每天買汽水 但你不會每天買汽水喝的 大過了想每天吃糖 那不會的 但大過了 學會駕駛 每天駕駛到這輛車 我每天都很開心 而且不會厭的這個感覺 我覺得是 一直都保持到的